這什麼遊戲? 心末魂Online 再來 就是我們的心末魂Online 應該蠻多人知道這款遊戲就已經是 很之前的舊款遊戲 這一次是在經典重現 以前叫末香現在改叫末魂 一直以來都讓原廠去經營 所以原廠的話大家都知道 比較能貼近明星啦 不會說太常遇到代理的狀況 代理可能就會覺得 欸你們講什麼 我耳朵閉起來 什麼都聽不到 我只要賺錢錢就好 但是原廠大家都不會出現這種問題 然後剛剛有說他是末香嘛 所以他在玩法的話 會承襲以前的玩法 比較的古早味 面積啊 按鍵啊 服飾也好 或者是技能 相關 還是角色 類型 也都是比較偏古風 甚至是中國風這樣子 我的話 我的這個角色 哈哈哈 我跟你說 哈哈哈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絕對不是在影射任何的事情 哈哈哈 我的角色話當然就是 完全全的 哦哦哦 就是近戰角色 他的有一個很好很好 很好的地方在 你一開始可以先設定好自己要玩哪個類型 可是呢 中間你可以隨時隨地的換裝備 或者是說 把你整個角色的屬性給改掉 假設你今天突然想要玩弓箭手 OK你就直接去買弓箭手的裝 穿上之後就可以變弓箭手了 職業的自由度是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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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看一下創建角色給大家看 還是一樣他可以選男女 就是你自己喜歡就好 然後身高也可以拉的巨人一樣 哇很很矮 體型也可以肉肉的或 跟他足竿 都可以 我自己覺得 對你們來說的話 如果很注重於武器的大小 槍跟弓 是蠻好的選擇 反正後面可以再改 你喜歡就好 我們一進來的話 其實大多都會在蘭州啦 剛剛有拿到序號的人 寫的任務之道遠 就這邊就可以輸入剛剛的序號 拿完之後呢 然後就在這邊 他藏得很仔細喔 給一個 前裝管事員 跟他說話 就可以打開白包箱倉庫 換的序號就會在這邊 就可以把 序號裡面的任何東西 都收到自己的包包裡頭 所以他可以轉隻腳 但是我都會很直接的在旁邊 再來我要換衣服給你們看 哎 哦 講得很12點 主要是因為這一次 又有推出新的服飾 虎皮 哦這套很紅配綠耶 這套其實挺好看的 這套是金玉富貴袍 那個頭飾就是有人來 你叮口的先把他擦死啊 好那就紫色了啦 哎 哪一次紫色我是受得了的 這邊有頭飾啦 有頭飾有服飾 但是大家就是得 哎要考慮一下 因為畢竟要花錢錢了 花錢錢就是大家好不好 花在刀口上 有需要再買它 哦OK吼 我在想要買哪一個耶 這個天竹鼠看起來就超大隻的耶 大腳羊太多人有 大腳羊我不考慮 但是老虎好像也不錯耶 大型的貓科動物 怎麼辦啊 我最難這樣抉擇了 還是都買啊 有需要再買它 OK吼 哦好難決定 惡魔好像不確定長怎樣耶 可是貓很可愛耶 啊啊啊 啊 欸 啊怎麼這樣子啊 那我再買一個惡魔好了 有需要再 OK吧 我覺得很可愛啊 阿貓啊 我想看看惡魔長怎樣 惡魔來我看看你臉 哦惡魔是不露臉耶 當然惡魔長得也蠻可愛的耶 再來我要買原始啊 因為我想要 合我的妝 然後我想要再買那個 防暴石 再來我們要來看一下技能 技能按下去之後 特技生活裡頭有一個加 這個圖案就是裝備的升級 我把我的手頭加加看吧 我的防暴石還沒塞 因為你的裝備 如果你在生的過程當中爆掉的話 它是會往下接的 但是就是因為以防萬一我會爆裝 所以我買了防暴石 防暴石它只會在 它爆的那一刻會消耗 所以你就一直塞著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可以的啦 就這樣有沒有看到 就爆了一顆 我的原始沒了 我的錢 理性消費 跟你們說 人有沒有死 就看這個時候了 我就覺得我今天不死 如果他真的要死下去的話 我也沒有辦法 我等等我的小手就會繼續買下去 太難生了吧 提出交易 我想你要跟我什麼交易 我有原始了 有了吧 我們占100%了耶 100% 還是要拼拼看99點 哈哈哈 要不要試試看99.8539% 我沒有機會爆掉 我們就不要試100% 留一顆原始留作紀念 我好怕紅痴喔 我好怕他出現紅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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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我們有時候不要貪啦 大家理性購買 好不好 暈時理性購買 最高可以撐到30啊 過15的時候大家冷靜一點 我們接下來 先給你們看看 蘇撲先生 找爺爺來買 所有的技能 那技能的話就有提到 你是用拳的 你就不可以用弓的技能 但是如果你換成弓的話 你可以再來找這個 爺爺買弓的技能 爺爺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但他只賣技能喔 好 赤圓迷宮 在赤圓迷宮裡面 就是你身上一定要有鑰匙 才能進入啦 你要花錢錢 那進入之後呢 就開始闖關 闖的過程當中 會拿到一些箱子 箱子裡面的話 掉落英雄的等級裝備 一定是有一個以上的 走走走 等一下啦 媽呀 路在贏了 路 有我看到了 但是下一個赤圓 赤圓門口會在哪裡啊 是這個 我不想再遇到他們的 他們這些狂奮我受不了 我要到了嗎 我要到了嗎 這裡好多路喔 怎麼辦 我來了 欸青冬箭是哪一個 我真的忘記了 這個是這個是放棄耶 我的天哪 怎麼是這個啦 我要哭出來了 我走到原點了耶 我好厲害啊 人生沒什麼機會 被這麼多人用戴啊 到底為什麼我找不到啊 A few moments later 為了打你這個椅子 走位走 我真的就要起床了 沒事 就讓我躺在這了 喔真的是氣死我 終於找到他了耶 哈哈哈 除了這個迷宮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個 也是大家可以玩的系統 迷運之塔 禮拜一到禮拜六的晚上九點 都會開 進迷運之塔的話 算是就爬城啊 然後跟自己比 他可能會給一些獎勵 或有些人會覺得 爬塔就蠻好玩 反正是跟自己的一種 較勁就對了 再來就是 筆下會有一個殺氣 他會有一個殺氣值 就是你可以藉由開殺氣之後找人PK 然後當然 你如果是被陌生人打了 你也可以懸賞 花錢 請人家去抓他 這個也是可以的 大家如果 喜歡這類型的 線上遊戲的話 可以花一點小心思 培養一下自己的角色 記得到圖旗搜尋 RABY7721 瑞比列車長 也歡迎大家追隨和訂閱 訂閱者可以進入LINE群組 一起玩唷 我們有些人